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等我一下 您拿着这些钱吃半点家当 好好生活吧 别乞讨了 谢谢你啊夫人 大善之人 并有福报 真有福报 陶石看着乞丐孤单的背影 联想到自己悲惨的身世 不就落下泪来 当日夜里 陶石在睡眠中 梦见白衣观音 送给他一朵白莲花 平常地吃下 醒来后 陶石也一概往日酬颜 丰富看看了一切凡唇俗事 开始吃摘念佛 她的生活越来越平静安顺 随着光阴的流逝 几十年后 陶石已达大线之年 她躺在床上 睡梦之中 仿佛又见到了 送她白莲花的白衣观音 陶石睁开眼 使这白衣观音 现出真身 陶石感觉自己的身子 比以前要精灵了许多 她连忙从床上爬起 向观音菩萨跪拜磕头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 谢您了 陶石 我曾幻化成人形 讨厌你心中 是否存有善念 你接受住了讨厌 今日 你大现将至 无论来接临你 前往西方 极乐世界 多谢 观音菩萨 大慈大悲 这时 两位邻居 推奔而进 见陶石躺在床上 面露笑容 连不上 没有一丝恐惧 和遗憾 大慈大悲 观音菩萨 不一会儿 陶石便安战地 离开了城市 邻居看到 陶石往生后 全身金光闪闪 身上檀香扑密 赶紧跪地扣 感恩大慈大悲 废悉 世音菩萨 也也 感恩大慈大悲 废悉 世音菩萨 也也 当地神 有感观音菩萨的恩德 便建起了一座观音寺庙 供奉白衣观音 便把陶石的事迹 广为流传 希望观世音菩萨 经引老人 得胜善处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简化 就是白衣观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